剧组气势大正 在春节上映的国片中 镇头票房率先破译 成为影滩大黑马 电影改编自真实故事 描述一群游走在社会边缘的年轻人 重新振兴镇头文化 努力改变现况的奋斗过程 导演冯凯从电视圈转战大萤幕 交出漂亮成绩单 两位演员可友伦小鬼人气跟着看长 每天都战战兢兢 那票房破译 说实在我到现在 还有一点点不太敢相信 如果大家如果对这部电影 真的觉得很棒 很想还倒的话 OK 我可以带大家还台湾一圈 三千万小成本的电影 追上三亿成本的痞子英雄 痞子英雄在二号票房 也紧接破译 两部戏展开PK战 原本刚上映时 镇头气势平平 靠着口碑后视看长 继去年的鸡排英雄之后 又一出本土路线的电影 停出亮眼票房 TVB新闻 施学章SG小组台北报导